辽宁自驾南方过年 今天是第五天 现在辽宁的天气 已经不适合用凉水洗头了 用我的电锅烧点水 今天的早饭 吃点快餐嘛 水烧开了之后 把这个米线冲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圆车主啊 还给我伸了一罐香香 用幼儿用的 冬天差点可以 有效期是2026年 兄弟们 我都好久没有插过脸了 都是洗完就拉倒 这是啥玩意儿 奶香奶香呢 不错不错 昨天大家不是在直播家里算 一天能跑多少公里吗 这要是在国道上跑500公里 我估计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等我跑到浙江 都得把我跑羞毛了 那轮毂都得跑冒火星子了 哈哈哈哈 一会吃完饭再继续赶路了 吃完饭再收拾收拾卫生 扔个垃圾 多余的水啊 我再顺手插插车玻璃 把太阳囊收了 这一套下来 对 剩的水还得把灌瓢瓶刷一下 又得耽误个八点 所以这一天不可能都是在赶路 还要有收拾卫生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都顺上 每天大概要是可劲跑 也就跑个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收拾好了 准备出发 这个营地限制早上七点香热水 所以今天出发的有点晚 软件给我推荐了这样一个位置 真是沙滩啊 这全是沙子 最近不太好 全是沙子 没法下去活动 那就接着再找一个营地吧 这个地方是我骑行时候露营过的 不然我都不知道今天住哪儿的 导航给我倒的那个沙堆 那也住不了啊 想往里边靠海边 今天住个海景房 这里这么多车 我要一直开会是什么 什么情况 我这车没有市区域啊 能不能眩礼啊 今天你这个营地 是我凭记忆找到的 不是软件推荐的 不是软件推荐的 我曾经来过这里 哇 这沙子有点眩礼啊 幸亏我车没有开这里边 沙滩上能不能捡点海鲜呢 沙滩上能不能捡点海鲜呢 这显这里边还有肉呢 刚冲上来 太多了 他们捡东西好像都是 涨潮退潮之后才能捡 是不 其实我看见水有点害怕 我不会游泳 它埋着沙里这个 那不能行 这里看见一个袋子 还记着呢 里边会是什么呢 啥也没有 哈哈哈哈 我也只能走到这了 这块应该眩角 过不去 我怕把我的小白鞋 给我弄脏了 我现在扯在的位置是白金海岸 距离河北秦皇岛市 还有9.4公里 距离老龙头景区 大概也就是20公里 今天一共行驶了180公里 现在是下午了吧 1点 还是12点50了 差不多 还没有吃中午饭 那会想买点肉 还没买到 先吃点干粮 把视频剪辑一下 今天就在这里了 明天可以进入 河北秦皇岛 用热的时间 今天就能开炭 一大早就知道 在河北秦皇岛市 那天是一个小白鞋 有些小白鞋 有些小白鞋 有些小白鞋